每天都有爸爸結 爸爸在我們的印象當中 以往來講 爸爸好像都是在外面 要拚命賺錢來養這個家 是家中的家人 因為支柱他也許有點嚴肅 他也許不愛講話 也許他把愛藏在心裡面 但是現在的爸爸不一樣 現在爸爸還是要在外面拚命養活家 也是家中的支柱 但是他還要做家中孩子們的大玩具 好 現在呢 今天我們請到了很多的位爸爸 他是怎麼樣的爸爸呢 是跟他的爸爸很像呢 還是說他爸爸影響到他 將來他要照什麼樣的方式 去教自己的孩子呢 讓我們來歡迎這些爸爸也 恭喜他們要當爸爸的阿嬤 恭喜啊... 恭喜你教練 今天的通報本來沒有他的 結果昨天報紙上一登 他就可以到這一組了 對 真的 我第一個準備要當爸爸 聊爸爸的這個節目 就是小燕的節目 是不是 這還是... 醫生告訴你 懷孕了 不然你還來不了啊 是... 對 真的要當爸爸啦 對啊 我好... 好奇妙的感覺耶 我第一次聽到人家 就是聽到百合跟我說 你要當爸爸 我覺得 我覺得好像快了一點 心情有點複雜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這樣子 我會覺得我好像沒預備好 來 我們來問一下 其實你正確的信心 在那個醫院裡 是完全想不到對不對 只是去看病 然後 醫生說恭喜你 是 因為那時候的情況是這樣 因為他皮膚過敏 然後那時候 因為我隔天要工作很累 所以我想說我去掛急診喔 我帶他去看醫生好了 那醫生要開藥之前 他會問說 有沒有懷孕啊 那時候我聽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就覺得 這個感覺... 不知道 所以醫生驗一下好了 結果醫生... 對 還好我那時候叫醫生驗 然後醫生走過來就笑笑說 懷孕囉 然後就走過來 我當泡泡 然後我... 那時候我第一個反應是 我先牽著我老婆的手 因為我知道他一定也嚇到 對 所以... 所以我就先牽著他握住他 然後後來 其實我就很感動的掉下眼淚 真的喔 那我跟你一樣 真的嗎 對... 我是噴下眼淚 真的 不會... 他是等很久 我等了兩年 所以當我們檢查 對啊 因為先是那個子 就是那個我們自己在家 發現子而已 然後我們兩個就 也非常的高興 又很緊張 但是你知道 在這種挫折跟失敗的過程裡面 兩年 你已經不太相信說 是不是一定真的會成功了 會不會還是有一個萬一會 對 好 到醫院 當你檢查完 醫生說 確定了 確定 你懷孕有性感 他一走 我跟我老婆就抱在那個地方 兩個好痛哭 痛哭啊 你的內就掉下來了 非常痛 董燦鳳應該也是痛哭吧 才想不到啊 董燦鳳是嚇到哭的 董燦鳳講 完了 我單身生活沒有啦 嚇到哭 是不是 你都這樣講了 完了 你講的嘛 你的心情是什麼 就是... 就是是不是 他不一定也是那個啊 本來只是皮膚癢 結果是變成有小孩 他那應該想自殺吧 沒有... 沒有 我覺得... 我覺得阿布這個年齡 這個時候來得正好 但名雄 那個時候我就覺得很驚豔 幾歲你那時候 真的嗎 大概20...30... 也30了喔 對 來 阿布是第一個 你有幾個小孩 兩個 兩個 三個 對 肚子 不生則矣啊 一生 什麼時候連妝 而且你老婆說 我很想再懷孕 對 對 他說因為懷孕的時候 他就不要做運動 我到現在喔 到現在我沒有叫他做運動一下 而且他也去加拿大度假 今天晚上才會回來 對 就是我都不會跟他講這個話 因為我覺得他真的要動 他就動 真的啊 你想通了 對啊 因為他之前在第二胎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瘦過 他不是瘦身之後 快成功了 所以我覺得他已經經歷過那個 他已經藏到那個甜美 而且你知道 他就來上你的節目之後 對 馬上代言就找他 那種他就會覺得 他的努力付出 結果大家一下就看到他的整片 雖然後來沒想到 就懷孕了 對 然後他懷第三胎的時候 坐著這 他說我其實很享受懷孕 懷孕的時候 劉更鴻什麼都不管我 也不要叫我運動 我什麼都可以吃 所以生三個 我覺得當更好的老婆 應該就是 再生五個八個東西 一天都做運動 不是兩個了吧 兩個...對... 所以還想要嗎 應該不會吧 可是我覺得說不準耶 因為那個時候 我跟我太太本來想說 生一個小孩就好了 兒子有時候 他會有一些內心戲 他會覺得我好孤單喔 我都沒有朋友 然後或者是... 你確定你看得懂他的戲嗎 他 我很有戲耶 我都搞不懂他怎麼會 這麼會演這樣子 他話都還說不清楚 他已經會... 就有戲了 對 譬如說我跟我太太罵他 他會去躲到自己房間小角落 然後背對著牆壁說 你們都只針對我一個人 諸如此類的這樣子 然後我太太後來就開始 我太太本來不敢再生第二個 後來就說應該生一個兄弟或 就是弟弟或妹妹陪伴他這樣子 對啊 所以後來就有第二個 第二胎這樣子 那有第三嗎 如果第二個 有一樣畫葫蘆這樣子搞的話 我覺得... 兩個人一起說 我們好孤單 對啊 有三個也很好 對啊... 你看兩個 好 來 這邊這個是 我也是兩個 兩個 兩個夠 夠了喔 大的也 九歲 九歲 你的最大吧 我的最大吧 我的十歲了 十歲了 小學四年級了 一個十歲 一個是十三歲 十三歲 國一啦是不是 沒有...小六 小六 小六 小四 那你們也當了不少年的爸爸了 對啊 每天就疲勞轟炸 小朋友很疲的 互相告狀 是想要當一個什麼樣的爸爸 你現在最可以講 因為他們已經當爸爸了 沒辦法說我想當一個什麼爸爸 因為他已經當了爸爸 塞不回去了 你現在還可以吹牛說 我想當一個什麼爸爸 對...我現在講了 但以後不一定做準就對了 沒有 畫得到 畫得到 做不到 我不一定 我現在希望我的孩子 非常聽我的話 然後非常黏我 然後我講什麼 他就說好這樣 可以嗎 當然會 好 他這樣講 後來你會發現 你會聽你兒子的話 真的 你都說什麼 你都說什麼 他會說話的時候 他說什麼你就做什麼 好了... 阿布 你真的是想要 當什麼樣的爸爸 其實我會覺得就是 我看各位爸爸們 跟自己的小朋友們 好像朋友一樣在玩的那種感覺 就是他會跑過來 跟爸爸講說 爸爸 等一下我們要吃什麼 我們要一起去哪裡好不好 那我會跟他聊說 怎麼樣 就是像朋友一樣的相處 這個很難嗎 不是 如果那朋友每天 跟朝夕相處就不一樣了 對 他早上他起來就問你說 爸 早上要吃什麼 然後中午要吃什麼 晚上要吃什麼 宵夜要吃什麼 然後肚子餓就問你說 今天等一下要吃什麼 你覺得 我不想聽 然後再來問說 你帶我去哪裡 你帶我去那裡 你帶我去哪裡對不對 而且到了他很會講 不會講話什麼 爸爸...你還會說你講什麼 你要什麼你講清楚一點 對不對 等到他講話很清楚的時候 爸爸 為什麼 為什麼這樣 你為什麼不來 你為什麼不去 你為什麼要把杯子拿起來 你為什麼要把碗放下來 你為什麼要罵電視 你為什麼 我兒子還不太會講話的時候 我每天睡在我的床上 我都覺得我像 大雷台 因為我兒子還不會講話 他不會用言語叫我起床 他都是直接用 拳頭 肘疾 用頭槌 然後用腳踢 我每天醒來 我太太都說 你眼睛為什麼流血 我曾經有人過一次 我兒子 因為小孩子啊 他不會去控制力道 他也不曉得你身上 什麼器官是脆弱的 他直接就往你身上就是 最轉度的地方 對 眼力打 醒來我的眼睛裡面是流血的 他就直接整顆頭這樣 垂到我眼窩裡面來 你是給他看摔角節目嗎 對 對 然後等到他會講話的時候 我每天 我每天就是我起床 我老婆會說 你知不知道你兒子 今天在你耳朵旁邊 講了20分鐘的話 我說難怪我睡得不太好 就是雖然我沒有醒來 但是我兒子就是應該 在我耳朵旁邊睡一睡的念說 爸爸 你為什麼還不起床 你為什麼還不帶我去公園玩 你這樣不行耶 我很好睡 對 如果小孩一睡我旁邊睡到 我就不可能是一覺到天亮 我就中間一定會要起來 幫他蓋一下被子 你知道那心裡 像我最近我老婆運他們 去加拿大玩 我一個人在家裡面睡覺 我正在閉上眼睛的時候 在張開的時候是天亮的 我就天亮了耶 一覺睡到天亮 睡到自然醒 好幸福喔 三個都帶走了 都帶走了 你放暑假耶 但是問題是 跟他們剛好不一樣 我可能有一種被虐待狂 我很喜歡跟小孩子互動 因為我本來就體力也很好 所以我兒子遇到他 像他們到溫哥華 我老婆就打他 他說你沒有來 我們快樂只有一半 他說為什麼 還一個是說 我兒子他的體力像是 正好要三歲到四歲 體力非常好 爺爺奶奶 我老婆或他的乾媽什麼 跟不上 你跟不上他 然後帶他出去玩 你沒辦法消耗他的禮 我在家裡面 我早上就要帶出去玩 晚上他八點多就睡著了 一定他很累 每次都累到回來 你是他的體能教練 教練 因為他也很喜歡玩 我也很喜歡玩 我們兩個就可以玩在一起 然後我就帶他又跑 又玩球 滑板車什麼 每一個我們都去弄一下 然後再來回來這樣子 所以這個生活就很好玩 這個兒子也是生在你們家 生在宋達明家 就不是這樣對不對 你體能好嗎 我體能沒那麼好 可是他會告訴他 我還沒睡醒他就告訴我 爸 今天我要去 你要帶我去看電影 然後那個肥皂 對...然後看電影 我們要吃什麼 吃漢堡 然後那個這個 後天我們要幹嘛 他要幫我講清楚楚 然後跟我... 然後就會跟我分享他 比方說他最近去參加什麼夏令營 好好玩 怎麼樣 我說那可是我還在睡 可是沒有關係 因為我想跟你聊一聊 我吃什麼 爸媽出國樂逍遙 孩子失望超受傷 我記得爸爸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其實都很少很少很少 他最記得就是爸爸去日本玩 沒帶他 聽到爸媽講 你去日本玩好不好 然後我跟我弟兩個人 在旁邊聽到已經 興奮到不行 已經要升天了 前一個晚上 整理包袱 結果沒有 我又被送到我奶奶家 爸爸就媽媽 兩個人去日本的意思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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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跟我分享他 比方說他最近去參加什麼夏令營 好好玩 怎麼樣 我說那可是我還在睡 可是沒有關係 因為我想跟你聊一點 可是就這樣子 我說我還在睡 那個小寶 我說爸 我想跟你聊一下 他就這樣 民雄 你的女兒會這樣 女兒比較貼心一點對不對 對 他貼心一點也說 他知道 他看我在家裡的時候 中午沒有出門的時候 暑假來說 爸爸 你今天有事嗎 你今天有人約你嗎 還是你有工作嗎 他有時候吃完飯去喝下午茶 他說帶他去外面走一走這樣 等一下 我覺得你們真的該喜福 就是他們還想跟你講話的時候 可是小燕姐 我也發現到一件事情 那是因為你在他旁邊 他會跟你聊一聊 那因為這次我兒子去夏令營的時候 我就發現到一件事情 他出去的時候只有 就是第一天跟我通個電話 後來就不見了你知道嗎 他沒有時間跟你講話嗎 他沒有時間跟你講話 然後他在玩他的 那你以為... 可是你以為他好像24小時都要 捏著你要跟你講啊幹嘛 他越來越不需要爸爸 沒有 他已經長大了 對 當他有跟他那個同儕 差不多年紀的孩子 在一起的時候 他根本就 其實他也不見得需要你 這真的 我一個朋友就是告訴... 他那天跟我 他看到一個畫面 他整個人心都冷掉了 他拚了事業做得很不錯 做到台灣 算是他那個項目做得很好 他送他兒子去上學的時候 有一天他開車帶兒子去上學 一上去之後 他就把耳機帶起來 就開始聽音樂 他看到那個畫面的時候 他整個傻眼 他就回想他過去 現在他再要跟他兒子說 你那個我可以怎麼...說 來不及了 就需要花更多的時間跟心力 他就在那邊 不用 我不需要是不是 對 你想要熱點 他就貼到冷定 我要不要帶你去喝下午茶 我沒有空 對 我跟朋友怎麼樣 對 所以我們現在女兒子 什麼要求 我們都會盡量配合他 對 因為他想要出去 我們一定會陪他 對 因為慢慢長大 你會看到 媽媽就要升國中了 對 六年幾晚之後 就覺得時間真快 到高中之後 真的 所以阿布約聽心月寒對不對 心月寒 你心裡要預備 你心裡要預備 不是 剛剛聽了踢腳 剛剛還聽到踢腳 踢了眼睛腫了 過一下 他就不理你了 這是怎麼回事啊 真的嗎 真的很快 但是我想要問你們一下 當你這種行為 就踢爸爸啦 把爸爸叫醒啦 我們要去 你對你的爸爸有這樣做過嗎 有 你有 我小的時候是一定要摸著 我爸爸的耳垂啊 我才能睡覺 然後醒過來的時候我要 等一下 你們家雙胞胎 你爸兩個耳朵 一個人摸一邊嗎 我哥是跟媽媽感情比較好 所以我跟我爸都是從小 我們兩個反而都是睡在一起 你爸很帥耶 對 還可以啊 就是這個 媽媽... 那是妹妹是不是 那是妹妹 對 兩個雙胞胎加一個妹妹 以前你們沒有那麼像耶 對啊 對不對 你們猜得出來誰是誰嗎 猜不出來的 我看看啊 這邊是送意嗎 對...小燕姐 對不對 小燕姐看 對...我以前比較胖 你比以前比較胖 小時候的食量不一樣 其實小時候你們沒有這麼像耶 對 後來慢慢就越來越像 對 越來越像 你看這個也分得出來啊 藝鳴跟達鳴 你是比較... 對... 可不可以讓他都是鬆貓 他小時候比較像 長大不像 他們是長過來 對 我們越來越像 我後來離開家裡 我自己 你們年紀大都這個 長大就會自己搬出來 有自己的家幹嘛什麼 我不知道耶 我後來有聽我媽說 就是我有一段時間 我搬...搬離我們原來的 原生家庭 我自己在外面買一個房子住 我爸爸有...大概有兩年的時間 他都... 有的時候都回到我們那個 他就回到我的房間裡啊 還有在我哥的房間裡 就會掉淋淚 你知道 後來才知道這個事情 這個...這個就屬於我們講的 父母的空窗期 對 對 空窗期通常 父母又退休了 然後小孩又大了 然後呢 自己覺得 他們有他自己生活 我不要去干預他們 但是又不死 但是心裡是很想要 很想要 很想念 大家住在一起 還想念小的時候那樣 所以通常爸爸或媽媽 會有憂鬱的 會 你看 所以我跟他說 才去六天的時間 我就覺得心裡面怪怪 然後我就趕快 我趕快打電話給我爸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知道那種感覺啊 因為奇怪 小寶突然就... 每天黏著我 然後突然去玩的時候 就...都不聯絡 我就趕快打給我爸 我真的 因為你已經過了三十幾年下 你又一直去六天 就三十幾年下六天 我會打電話回家 可是那天的感覺 感受是不是一樣 特別強烈 所以就趕快打電話給爸爸 那也沒有幹嘛 就說爸 我想你好那個 去來問暖一下 對 爸 你好 我就好 他就很高興 然後你爸一定想 怎麼了 對...有... 叫媽媽去問一下 是不是跟百榮吵架 還是怎麼了 是不是被百榮趕出來了 是 對 小學講好玩 這個做爸爸的都會擔心喔 對不對 但是我想高山峰 你爸爸是畫家對不對 對 小的時候你應該是個很皮 你應該不會像宋達明這樣 黏著爸爸吧 不一樣耶 可是我知道就是我們 藝術家的孩子 五個人一樣的心情是 我們都是成為爸爸角色之後呢 才開始有關系跟檢討跟回顧 對 這樣子 然後我跟我爸爸 其實小時候就很不親 對 他為了就是養活一家子大小 他就不常待在家裡 然後一直到他現在 就算是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 他退休了 他還是有他自己追求的目標 就是畫畫 所以其實我跟爸爸的關係沒有 就是... 譬如說工作人員問我說 你跟爸爸的那個共同的回憶啊 或是你記得爸爸印象 最深刻的事情 其實都很少... 他最記得就是爸爸去日本玩 沒帶他 不是喔 這在記憶體會不會很奇怪 沒有 因為那個時候爸爸跟媽媽 我們是雙...類似雙星家庭 他們都在外面工作 然後平常時間呢 就把我跟弟弟分別交給 不同的人去照顧 對 然後等到有一天 爸爸跟媽媽 我們小朋友 聽到爸爸媽媽講話 我們去日本玩好不好 好啊... 然後我們再去迪士尼樂園玩好不好 好啊... 然後我跟我弟兩個人 在旁邊聽到已經... 興奮到不行了 已經要升天了 就覺得說終於可以 一起出去玩了 然後等到那個那一天 要來臨之前 前一個晚上 整理包袱啊 然後他開始把自己的行李 裝進這個小包包裡面 要出門了這樣 結果沒有 我又被送到我奶奶家 我弟弟又被送到那個 就是...寄養家庭這樣子 直度失落 結果我爸爸就媽媽 兩個人去日本迪士尼樂 我說... 他們去迪士尼樂園 你們對啊 為什麼他們兩人去日本迪士尼樂園 那時候有什麼印象深刻 我覺得真的還印象還滿深的 這妳不能否認吧 小燕姐 這不可能否認 就如果是妳 妳也會印象深刻 對... 那我就... 我覺得妳爸媽感情很好耶 但是這就造成 我跟爸爸感情不是很好 這個就是...沒有 其實這是一個小插曲 我也覺得就是 像那個時候的爸爸 都通...就是我反正賺錢回來 就好了 那如果媽媽也要上班的話 就是外公外婆啊 爺爺奶奶再大了 就通常都是這樣 然後其實是比較 沒有陪著小孩子長大 其實那種感覺 其實是有點差別的 對... 所以小孩子長大 反正已經大了嘛 大...上學也有人管了什麼... 其實會有...沒有那麼的... 沒有那麼的用心啊 沒有那麼輕 其實我小時候覺得滿孤單的 是喔 對 那像達明哥他還有機會 在爸爸上班前捏著他爸爸 耳垂什麼 耳垂的衣角的撒嬌 然後換班不捨 但是我就沒有辦法 去做這些事情 對 後來我自己當了爸爸 我回想到就是... 就是跟爸爸的那個關係 所以現在 當然啦 就是... 而且我會盡量去花時間 就是陪他們 因為我覺得說如果就是 譬如說我小時候 我那個需要爸爸陪的年紀 一旦過去了 其實就是拖江李爺馬 就回不來了這樣子 可是你要想的 你現在也演幾檔戲對不對 你也有些時間是沒有辦法 回家陪小孩的 對不對 你應該也能體會你爸爸的 會...就是這個當下 你就可以去理解說 那個時候爸爸 就是像我剛剛一開始也講 他是為了養家活口 所以他才拚命的出去工作 那個時候他做的事業是 他必須全神跑透透的 對 所以呢就是我常常就是 沒有辦法見到他的面 那現在我變成 我的立場變成跟我爸爸一樣了 但是我覺得現在 比較幸運的地方是 現在有智慧手機 現在可以視訊 對 可是以前完全沒有這些 以前就是公共... 他可以持續互動 對...所以 打個電話也滿貴的好像 對 這個就是視訊對不對 對... 你女兒的眉頭皺得很厲害 他還很小 他想說這什麼東西 對 他還不懂 他還不懂對不對 兒子就知道了 在跟爸爸講話對不對 他現在只要想我 如果我不在家 他就會交媽媽打電話給我 對 然後他現在 譬如說我現在有戲在上演 對 然後呢 我就還滿... 因為我兒子也大到一個 他看得懂電視裡面的那個 劇情 對 所以我太太就說 那個兒子跟我一起看完 你演的戲了 我說怎麼樣...他覺得怎麼樣 他...他說 我老婆說 你爸爸在演戲啊 不對 他在別人家裡 我覺得你應該立刻把他叫回來 他不應該帶在別人家 你立刻叫他回家 對 這會不會變成他以後的回憶 我小的時候覺得 我爸都在別人家裡 交換爸爸快回家 兒子精密運出怪招 我後來接到一通這個語音的留言 是我兒子打來的 他說 爸爸 然後我這兩天大便不是很順暢 我希望你回來家裡陪我 他是以一種身體微樣的 微樣的幫人家 而且那時候 我剛好在劇組打開來 所有人都看著我說 你兒子你大便不更好 我說 他在別人家裡 我覺得你應該立刻把他叫回來 他不應該帶在別人家 你立刻叫他回家 這會不會變成他以後的回憶 對 然後 但是我兒子表現在我面前的方式 又不一樣 這是我老婆那邊的版本 只是我後來接到一通 這個語音的留言是 我兒子打來的 我兒子就是... 因為我在拍 然後他只好留言給我 他說 然後是以一種身體微樣的 連便秘的 然後所以我接到那通電話 我戰惡金剛 我就是你...你怎麼了 你大便不順你 而且那個時候 我剛好在劇組打開 所有人都看著我說 你兒子大便不順 我說太... 我說我不懂... 我打個電話回去給我太太 我問一下狀況 然後我太太來說 所以你不覺得嗎 小孩是一個沒有懂得很多 可是他都知道用便秘的方式 可以說我有點不舒服 可能爸爸會比較快回來 一定之前可能他便秘過 然後他會比較關心 然後他覺得 他覺得那是一種關心 然後在他練這個方式 讓爸爸趕快來關心我 對 就是各種招數 對 招數 對 你兒子可能在加拿大說 爸爸 跑不動了 我跟你講 我跟我兒子他們視訊 因為這兩天 體脂肪有點高 然後回來幫他們消脂 我兒子是我們家裡 你知道我兒子是非常誠實的 媽媽只要託給他吃冰淇淋 電話一來 媽媽跟他講說你不能講 電話一到他 爸爸我今天吃冰淇淋了 很好 媽媽就跟他外婆就講 你還講這樣 好 以後我不給你吃 因為給他吃的時候 跟他講你千萬不要跟你爸爸說 對 他只要有人給他糖果有什麼 他一定會跟我講說 會報 爸爸剛剛阿姨給我吃糖果 我可不可以吃這個 我說不行 他說好 那就不行 你小的時候會對你爸爸 這麼誠實嗎 很重要的是我爸爸以前是軍人 所以以前他在外島 所以他回來的時間也是很少 以前在外島 我有一個朋友喔 他爸爸是軍人嘛 所以他爸爸回家的時候 回家那天 小孩子要站在門口耶 列隊 鞋子擺好 真的喔 然後爸爸回來說 爸爸回來了 就是這樣 列隊歡迎耶 還要順便裝備檢查 鞋子啊 皮帶擦乾淨 不是 然後吃飯的時候 所以要做好 所以他們覺得爸爸回來 也不要天數太多 是...壓力挺大 壓力很大 睡覺的時候床都要鋪好 幾點早上一定要起來 以前爸爸回來 真的對我們來講壓力會比較大 因為爸爸非常嚴格 媽媽你就可以跟他爐嘛 像我媽打我還會跑掉 對 所以還追不到我 我爸厲害了 他如果真的要打我 他說你來 你進來 媽媽打人都這樣 你怎麼... 一要生氣我們就知道情況不對 趕快溜走 爸爸不會 爸爸說來 過來 然後就怎麼了 什麼事 還搞不定 門關起來 皮帶就打了 一腿跑也跑不掉 所以呢 我爸他回來時間不長 但是當時他每次回來 其實我們都皮繃很緊 我曾經像我的功課 我爸爸幫我把每一個 第一個字寫上去之後 要叫我寫一模一樣的 我叫他寫不一樣的 人家功課就是寫完 一排就OK了嘛 一行一行 我寫不一樣 我爸就把它擦掉再寫 我要給他檢查 檢查完最後我把第一個字 他寫的擦掉 我再自己寫第一個字 這課業算做完了 那因為看我們的時間很少 所以你看他回來這樣 我是不是就會很辛苦 你很希望 我這個作業繳回到學校喔 老師看到之後說 這誰幫你寫的 我說老師是我寫的 老師 我不相信 怎麼可能也寫出這樣的字 後來老師還到家裡去 後來問我媽媽 我媽媽才跟他說這真的是 他爸爸幫他做功課 寫的第一個是他寫完 才寫成這樣 所以當時爸爸對我來說 他也是很少跟我們碰面 但非常的嚴謹 結果後來 沒想到有一個轉機 什麼轉機 小燕姐 我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以前有個電影叫做天才老爹 就像是以前我小時候演的家家福 對 全家福這種東西 當時我們是在看了這個去 沒有人教我爸怎麼做爸爸 所以我爸在家裡還是當軍人 就是長官跟下屬這樣的話 我爸不苟言笑的 後來我們看到 怎麼那個黑人對他的小孩 爸爸怎麼這麼好笑 又瘋你 就讓你覺得好幸福 從那之後我爸開始 會跟我們開玩笑 學黑人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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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 當時是配中文嘛 對 本來... 當時是配中文 把嘴唇弄透透 本來爸爸都是 你真的受傷 對... 就是你講 因為爸爸都是要特別的那個 然後早上就太晚講 幹什麼 幹什麼 就講話 口氣都是那樣 對 後來開始會... 有什麼事 先講啊 對不對 就是這種 那現在後來看了那個劇之後 對我們會開玩笑 我突然有那種互動 接下來我最印象深入 就我爸 那時候我記得我小學六年級 我爸 帶我出去運動 在六年級之前 我都沒有這個印象 然後我爸說 帶我教我怎麼打籃球 因為他看我穿著拖鞋打籃球 後來他買一個籃球鞋給我 然後就開始教我打籃球 然後現在呢 我再回講起來 比如說小時候快樂的這些時光 跟我爸爸的這一刻 比我跟我媽媽的互動還多 我媽媽一定要有照顧我們 可是我記不起 那種快樂的時光是什麼 可是我爸爸跟我打球 然後我們從我 可能打不贏他 他教我 我們就一直在笑 我現在的印象就是 兩個人就是一直笑... 然後打到最後我可能打贏他 我們也沒有力氣投籃 因為都是一直在笑 所以那個場景跟畫面 都留在我的腦海裡 印象很深刻 所以現在的我在對孩子的上面 我都會一直覺得 我要跟他們有這樣的互動 可是你天天跟你兒子玩 他會不會印象深刻的 就是爺爺奶奶給他冰淇淋 所以呢 我不給他冰淇淋 是因為他在台灣的時候 會過敏 感冒 對 有不台人吃 然後到溫哥華就好了 就好 就可以吃了 所以當然就是在這個互動上 當然為了他健康 我還是有比較 有健身教練的那種要求 要求 從小灌輸他的觀念 其實爸爸對我們怎麼樣 實在是會影響你們怎麼樣 當爸爸 不管是好的還是不好的 都會把他 就是好的會留下來 不好的我會改善 那民雄的爸爸 好像是霧龍的對不對 我爸爸我跟他的感情 直接說 小的時候是很淡的 很淡 那他是 他也不會說去關心小朋友 像我們就是 我媽生四個 都是男的 沒有女的 這是民雄的父親嗎 我父親 對 對 對 那個是他那個模範父親 模範父親 模範父親 對 模範父親 對 講一下他為什麼 可以當模範父親 講話聽說什麼 誇張心境爸爸傻 我父母親 他們有時候會說 你對你兒子怎麼那麼醜 好啊 然後教 然後爺爺奶說 有沒有怎麼樣啊 你根本不需要罵他 我爸還這個 那個重女輕男 稍微對我女兒嚴厲一點 他就不準 然後都是你 他上來就是你這樣罵他 你看你女兒現在 笑容沒有像之前 這麼放得開 這是民雄的父親嗎 我父親 對 對 那個是他那個模範父親 模範父親 模範父親 對 模範父親 想一下他為什麼 可以當模範父親呢 沒有 就前幾年的時候 有一次我爸就突然間 打電話給我 什麼事啊 他就說要不要回家這樣 然後回去 回去什麼 沒有什麼特別的日子 也不是他生日啊 也不是媽媽生日啊 或什麼 或是誰結婚親的有沒有 妳就回來嘛 然後他不跟我們講 他不好意思到這樣子 他說 那個鄉長頒獎給我 他說什麼 我還要叫我媽媽說說 他說模範父親這樣子 找時候直接說嘛 那我們這些兄弟就直接下去 其實以前的父親就是一個 就很多的很嚴卓 就是幾乎不太會表達自己 對 對小孩 他其實是怎麼用心 他怎麼擔心 他都不要講出來 很多的時候他就說 媽媽告訴你 他自己有什麼樣的想法 都是媽媽告訴你 他不...你父親會對你這樣嗎 其實我爸爸... 你也是爺爺奶奶外婆帶達 因為我又是我們家年紀最小 我跟我姐也差了好幾歲 所以我哥哥姐姐 他們開始會自己去上學的時候 就剩下我一個人了 那一段時間都是我外婆帶我 就是我每天就是跟在我外婆身邊 然後甚至是有一段時間 住在比如說舅舅舅媽家 因為外婆會帶著我到處跑 然後我印象中很深的一次是 我竟然還就是很不自覺的 就自然而然的對著我舅媽說 媽啊這樣 就直接叫出來 對 小時候都會這樣 對 因為我每天住在這裡 我就覺得好像就是他在照顧我 這樣子 然後爸爸其實又是 其實我爸爸跟芒能哥的父親很像 他們是不太會去表達什麼 然後又工作忙的關係 然後我爸爸雖然不是軍人 但是他也是非常嚴厲 他話不多 他對小孩子的話不多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以前的爸爸 這一輩好像都這樣子 對 是在外面話講很多 還是什麼 就是回家非常的 對不對 話好像都很少 也不要多講 對不對 而且 對啊 我覺得是在他們的 可能他們的父親的那個時候 就是這樣子 然後對他們來講 可能在他們那個年紀 不像我們現在資訊這麼發達 對 然後像還有交流 大家爸爸還可以看電視 原來他爸爸是這樣 他媽媽 他們根本沒有資訊 而且現在你可以看到 在那種大賣場 爸爸抱的小孩前抱 前輩的後抱的對不對 都是這樣子 而且推車 小孩都要一起帶 那以前好像 以前沒有 以前的環境不一樣 因為他要養活很多小孩子 所以說他可能是 背負著很大的責任 對 四個 五個 六個 七個對不對 他要不停的工作 我記得我媽媽還跟我講說 以前我外公在吃飯的時候 其他小朋友都還不能上桌 對啊 然後外公吃的什麼蛋啊 什麼這些東西 現在他們可以咬一些汁來吃 那就是爸爸的那個位置 都要放在是最高的 尊嚴跟威嚴在那個地方 那現在呢 就是就剛剛講 你看我們起床的時候 我兒子的腳應該都踩到我的地方 真的... 家裡有好吃的先給他們吃 對 床多大 他一定是弄在你身上 然後什麼東西都想要給他 很好的 對 就是這樣 對 那所以你 對你爸爸也是很淡的對不對 其實爸爸以前會對小孩說話 通常都是命令你做什麼事情 他不會去跟你聊心事 對 你就算有什麼事跟他講 他來只有做事的時候 他會教訓 而且我一直很希望 我跟我兒子的關係 是像朋友一樣 是因為... 因為爸爸以前經常就是在 在出發我的時候 他不告訴你原因 就是原因的 就你可能學了大人 講了一句不好聽的話 但是當時我們不知道 這是不好聽的話 他就先出發 直接被扁 直接扁 然後他也不會告訴你說 為什麼我今天要扁你 對 有時候會這樣 所以我印象中很多時候是 等一下 我聽你爸爸說一句話 你那時候應該知道 為什麼被別人不想承認 沒有... 一定做了什麼對不對 對 可能做 我知道我做了什麼 但是我當時不知道 那是不好的事情 真的喔 長大了之後才知道 才曉得 然後我也有把同樣的話 跟我媽講 我媽也是笑笑的講 因為其實我媽也是這麼覺得 她說 其實小時候在教育我 跟我哥哥姐姐的時候 其實都是這樣 他們不會講太多 就打個再說是不是 對 當我一直到25...45歲 就是出社會之後 開始跟爸爸 爸爸才會比較跟我聊心事 可能每一個人不一樣 因為我像... 我爸現在會跟我說什麼你知道 說看我對待我兒子跟這些 他就說 你弄得你兒子不要最後都這個 起到你頭上去 不要起到頭上 他意思是說他不共妹 不共男人 他就說爸我兒子才三歲多 他那意思是說你抱他又... 就你抱他又親他什麼對不對 對 你抱他親他 然後只罰他什麼 臉書什麼 他說我就打了 你就扁他 你怎麼... 雖然我爸他沒有要打我 他就是常常會用 這樣的方法告訴我說 因為他覺得 他在他的觀念裡面 他們的小時候就這樣被 塑造成一位堅強的男人 但是你不覺得你是被 塑造成堅強的男人嗎 我記得我父母親也說過 我說你對你兒子 他們有時候也說 你對你兒子怎麼那麼醜 怎麼那麼好 我說好啊 那你教 小孩子推過去 然後一位奶奶說 有沒有怎麼樣啊 可是你根本不是要打他 你根本不是要...對 他說你不是那種說法 嘴巴上面這樣說 我爸還...這個 重女輕男 對到我女兒 他就跟我講說 男孩子就是要教訓 讓他們要學 女生就是要 好...不用... 什麼都放 他看你家的男生那種 看得膩了 有個女生好可愛 對啊 然後我講要學生要稍微 對我女兒嚴厲一點 他就不准 他說都是你 我說我怎麼了 他上次就是你這樣罵他 你看你女兒現在 沒那麼燦爛啦 沒有那麼燦爛 我說爸 他這效果沒有這種燦爛 因為他越來越懂事了 他不用懂事 他現在就是要很天真 很無邪 他要看到這個東西 結果一直笑 他以前什麼都不怕 像被引導他都戰戰兢兢 好像怕做錯那個 怕那個 好可憐喔 可是我女兒哪有這樣子 你去看他 所以我爸就會覺得說 這樣子就不行 每個爸爸不一樣 而且我才帶他處罰一次而已 都不行 你爸爸呢 我爸我從小印象當中 我沒有被打過耶 真的假的 我只要... 但是你哥哥有沒有被打 都沒有 我們兩個是這樣 通常都是兩個就是吵架嘛 甚至打架 但我爸就會把我們拉到房間 然後把那個... 如果是在白天的時候 就把窗簾拉上 晚上就把燈關起來 就跟我們講那個 露露燈的故事 這個有遺傳... 有嗎 這個有遺傳耶 我愛講啊 對 這個... 這個完全是基因的關係 宋爸爸我們終於知道 為什麼他很愛講 還會講道理 這也是一種處罰耶 說真的 我寧可被扁 是不是 我寧可被扁 假的兩個鐘頭不如打一下 算了 他們快結束對不對 對 爸趕快打一打吧 不過那個小的時候這樣 這樣愛的教育是有得到愛 但是小孩子就會批 比方說我們只要是 經過我們家門口的這個 我們又是兩個孩子嘛 我們就會欺負人家 那欺負人家完了之後 還會那種仰天長笑 那有一次一笑 對 連小時候都會惡霸對不對 小的時候不是有那種 連續都是把人家殺了之後 自己是俠士嘛 就有一次 因為我們家那時候還比較... 那個時候環河南路啊 環河北路那邊 還是那個...那個什麼農地啊 那有那個糞坑啊 我就這樣啊... 就掉到裡面去 真的 對... 怎麼把你回來太快 後來人家把我救起來 那個真厲害 然後整個全身都是糞啊這樣 只是他兩個眼睛是黑的 因為印象很深刻 所以小時候有的時候 適度的這個管教是有必要 對的 你都用愛了教育 因為孩子不知道 可是你知道 雖然你是愛了教育 可是我還是一樣 像我到國中之後就是壞班 你就沒辦法 你環境就是打架 所以你還是變得 你知道我左右旁邊的同學 你就是欺負他們 每次上個車的時候 我都會帶兩個小布朵朵點 每一次就跟他們講話 都打他們的頭 突然我就這種壞學生 你知道 你就這樣壞學生嗎 真的這樣壞學生 可是你知道最後 雖然現在我們到現在還是朋友 後來你知道到國中畢業之後 昨天我的家裡門口有人按門鈴 就後來國中畢業了嘛 有人按個門鈴 一進來我看到一個 180幾公分的人 那個人本來只有這麼小 他一個... 一年之後我練高中 他找到180 他跟你說要等最電腦了 然後你好好算算這樣 我還說好困 我以為他是這樣子 後來沒有 他就跟我講 所以他還是很怕我 所以他已經長到180幾公分 還是很長 贏各成長範子 對... 習慣被你欺負了 對...就以前習慣 到現在都成為很好的朋友 很好耶 對 其實做爸爸真的是很影響 我覺得民雄 你爸爸當了這個模範爸爸 所以雖然他沒有很教你 但是在他很多人眼裡 他是一個模範爸爸 你覺得你自己是不是一個模範爸爸 其實我爸爸我到時候長大的時候 才知道說他的辛苦 就是出社會之後 自己在工作的時候 原來爸爸出去工作 是那麼多年 是一直都是因為 為了我們的學費 我們的生活費 然後去拚這樣子 然後到後來我就覺得說 爸爸為什麼這麼... 這麼木納 有些時候我會... 替我媽罵人家 爸爸怎麼那麼吝嗇 講一些什麼田野蜜語這樣子 回去都是每次都是會很 很嚴肅這樣 就做他自己的事情 所以我媽是一生一直在埋怨的時候 你爸爸就是這樣子 就這樣子 沒有戀愛的這個婚姻 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 因為以前就是介紹這樣子 所以我媽媽一直埋怨 因為我看我爸爸是 那時候高中的時候很叛逆 然後也是一樣跟我一樣 就是到處打的可能是生非這樣 對 然後一直到 要到警察局那個時候 才回想到說 爸爸 那時候在關心我們的時候 就覺得說 我做錯事情 爸爸 他什麼壞習慣都沒有 他只會做事跟... 跟賺錢就這樣子而已 他光是他這一點 就讓我們小孩子說 真的 我沒有... 跟他榜樣 對 也是個榜樣 我們沒有那個理由去學壞了 我們只能要做好 像爸爸一樣 可是你知道 現在大家對爸爸的要求不是這樣 除了你不厭不久 不吃檳榔 你還是要跟小朋友玩 你要去了解他 要互動 其實我覺得像高三豐 他現在比如說他演了戲 他其實有一個想法就是說 我希望兒子將來知道我爸爸 知道我這個爸爸演了哪些戲 不是只是在電視上說說笑笑這樣子 對不對 就是我希望 也許在某一個時機點上 我很想跟我自己的爸爸不一樣 但是過了一陣子之後 我會做跟我的爸爸一樣的事情 那就是 也許全心在工作上面求表現 希望說 一方面可以養活家裡 然後一方面呢 可以給自己的小孩帶來好榜樣 讓他們以父親為傲 我覺得這個就是當爸爸 可能最深層的一個心願 這樣好不好 你就學你爸爸什麼時候 我覺得也是給你老婆一個禮物啊 對不對 等他們大一點了 迪士尼也去過了 哪一次你帶你老婆 兩個人單獨去日本迪士尼玩一趟 對 其實是一個很浪漫的事情喔 給我兒子跟女兒一個下馬威 讓他們知道老婆還是最重要的 是不是 老婆 要你們記住 帶你們去是你們的福氣 我不一定一定要帶你們去 對不對 我們兩個人也可以去玩 真的 其實你天天帶他們去 他們覺得這是應該啊 真的 對不對 現在的小朋友一定都會這樣 他們都這樣覺得 都這樣覺得 其實你要乖 我才帶你去 你們不乖 我們夫妻兩個自己去好不好 你可能到了機場又回來 現階段 現階段辦不到 忘了帶護照... 謝謝... 好 今天在這 我們日祝阿布 明年的爸爸節快樂 謝謝... 謝謝